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景色 到了画家廖英琼的画中 都别有一番风情 大家来看到睽違六年的画家 廖英琼的歌展 他跨越传统与写实的艺术之美 不管是东方的山水 或是西方的美景 在画东画西的展览中 每幅作品都精彩 写实写意兼备 以迈入古兮之年的廖英琼 16年的习画过程中 累计作品五百幅 这些作品虽不是名画 但都是廖英琼心目中的无价之宝 喜欢画古代的 就是阿公和孙子 其他那一只的那个牛 这个樱花 樱花一年一次 远远看的时候 就是好像水在流动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张 从东方到西方 从传统到写实 都有画家东西走动的足迹 画东画西 画出人参 也画出记忆 这幅画我特别喜欢 是因为它颜色 搭得非常的鲜艳 而且有三个主要的设计 橘色黄色还有绿色 都是我喜欢的颜色 而且它整个的画面 感觉是非常丰富 非常鲜艳 而且非常有活力的 新唐野菜电视 李娟荣叶子芬 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李娟荣叶子芬